好 整個週末假期 很多人大概家裡沒有出門 因為雨下的實在太大了 今天雨會稍稍緩一點 也因為雲多有雨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早上來說 溫度稍微低一些 終於是有涼意的感覺出現了 好 台北地區在早上 現在這個時間點25度 其實今天清晨最低溫 在淡水只有23.9度 有感覺到秋天來了 不過南台灣地區溫度 還是比較高 大約27 8度 接下來我們就要透過 雲土來關心 因為這個馬娃颱風 其實在昨天 它已經登陸到廣東地區了 但是因為殘留一些水氣 還是在台灣上空 所以今天還是有點這樣的情形 南台灣早上還是下的雨 不過北部很明顯的 昨天這個雨稀了嘩啦 下下的豪大 今天總算是一個 雨後多雲的天氣 不過在北海岸地區 天氣還是不太穩定 那今天在中部以北 還有宜蘭花蓮 都是以午後雷震雨為主 局部地區 還是會有比較大的雨勢出現 提醒你今天出門來說 還是帶拔傘 而另外最新的消息再來看到 是南邊有個熱帶低壓 好 雲土上方剛我們可以看到 在菲律賓東方海面上 今天清晨兩點出現一個熱帶低壓 未來朝西來移動 由於其實它的環境條件比較差 所以這個未來發展有限 對台灣的影響不太大 不過如果說它增強為一個颱風 就會是今年的第17號颱風 古超颱風了 好 接下來再來看到 今天降雨的情形 昨天全台各地都下雨了 特別是中部以北地區 雨下得非常的大 尤其是北部地區 那今天降雨已經比較緩一些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今天降雨不太一樣 東半部有一些 不過其實今天還是其中在 午後的雨會比較明顯一點 跟昨天來比 雨是明顯的緩一些 不過也因為下雨的關係 所以溫度來說稍微像一點 但跟昨天前天比起來 今天溫度白天會略微的回升 感覺還是會有點悶悶熱的感覺 好 來看到未來整個天氣狀況 地面天氣圖就可以看到 在這個颱風 你可以看到目前 颱風昨天已經登陸了 大陸往東地區 那未來有可能會增強 這是我們剛剛提到 南邊有個熱堤 如果它增強為颱風 就是今年第17號颱風 不過就算它增強為颱風 往西走 距離台灣有點距離 所以不會有直接影響 不用太過擔心 好 再來看到 在今天整個天氣狀況 高溫的部分33到35度 北部地區高溫33度 南部地區高溫35度 東半部地區 今天雲浪也是稍微多一些 高溫大約在33度左右 降雨機率來到30%到50% 外島的澎湖金門 馬祖相對是一個多雲穩定的天氣 再來看到氣象停漢丁 你要出門注意哪些事情 天氣要回穩了 降雨緩和下來 轉為多雲的天氣 氣溫也會略微的回升 但是午後還是有散發喉發生的機會 特別對流 一發展起來 部分地區雨勢比較大 記得帶把傘 白天你感覺還是有點 悶悶熱熱的 所以外出活動 記得多補充水分